这一集我们要开着露营车 亲身去体验台湾最有特色的民俗庆典 大甲妈祖绕镜活动 队伍刚刚过去不到一个钟头就下起雨来了 开始前让我们先科普一下 白沙屯妈祖镜香和大甲妈祖绕镜的差异 再实际带大家到大甲妈祖绕镜的现场 体验在地的人情认识脚下的土地 行求大家平安 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 记得按赞订阅打开小铃铛 关注FB粉丝页可以获得最新讯息哦 这一站我们来到了台中大甲镇兰宫 台中大甲镇兰宫妈祖的绕镜镜香 是全台湾最大的民间习俗 民间宗教绕镜活动之一 它也已经被列为无形的文化资产 这一次2024年的大甲妈祖绕镜活动呢 总共有九天八夜 从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再绕回来 那么这一次我们准备带大家实际去体验 去祈福跟着妈祖绕镜 祈求大家的平安 台湾目前最盛大的两个和妈祖有关的民俗庆典 就是白沙屯妈祖和大甲妈祖 在影片开始前让我们先了解一下他们的差异 第一个是本质上的不同 白沙屯妈祖是镜香活动 信徒跟着妈祖到友谅参拜 算是神明间的交流 大甲妈祖绕镜镜香 除了神明交流 还包含了在辖区内巡视的意涵 在宗教文化的本质上是有些差异的 再来是路线和时间的不同 白沙屯妈祖镜香路线是由妈祖采教决定的 也没有预定休息点 时程从6天到12天都有 因此有人说白沙屯妈祖是最有个性的妈祖 而大甲妈祖绕镜 在2010年之后都是固定9天8夜 路线及住宅公庙都会先公布 因为每次绕镜必定下雨 所以大甲妈又有雨水妈的称号 不过白沙屯妈祖镜香的时候 也都有下雨 所以应该是和当地的季节 和气候的关联性比较高 最后初巡妈祖的身份 和队伍的编制也有所不同 白沙屯拱天宫派出的是大妈 大甲镇兰宫则是派出三妈 妇儒妈 四妈 镇儒妈 以及梅州妈 在初巡队伍编制的部分 白沙屯妈祖是维持简单的传统编制 采四人神教 而大甲妈祖则是八人神教 有完整的一队及初巡队伍 在了解妈祖绕镜静香的相关资讯后 我们准备带大家实际到 大甲妈祖绕镜的现场 去体验这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评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也是台湾最盛大的宗教活动 正所谓内行人看门道 外行人看热闹 第一次参加大甲妈祖绕镜静香活动 真的看不懂香客们在进行什么仪式 这个棋子 那些福令有什么意义 跟随妈祖静香 途中有什么仪式 还有什么忌讳呢 让我们先了解一下吧 大甲妈祖绕镜静香的宗教仪式 包含出发前请骑 开骑 靠军 还有途中的骑马 下马 风骑等传统礼仪 要跟随妈祖静香 首先要有一只静香骑 静香骑代表人与妈祖间的连结 每人一只 要参与绕镜静香的朋友 要先请骑 向妈祖烧香禀告 今年会参与绕镜静香活动 再到服务台填写个人资料 领取静香骑 再领取骑子绑上福令 并盖上供应后 顺时针绕三圈过炉 就算完成 去年有参加静香的朋友 要先进行开骑仪式 在庙方确定绕镜静香日期后 就可以在家中的神明厅 或是正兰宫内 将去年的福令取下 向妈祖禀告 今年会参与静香活动 并祈求一路平安 绑上新的福令 过炉后就算完成 开启仪式 手持静香旗 妈祖会派兵将随行 所以在出发前 必须准备供品 到正兰宫烧香靠军 祈求一路平安 在每间宫庙启程前 都要拿棋子 在香炉上顺时针绕三圈过炉 向妈祖禀告 现在要随香并祈求一路平安 这个礼仪叫做骑马 我们休息的时候 保护我们的兵将也要休息吧 所以在住驾 长时间休息的时候 要向妈祖禀告 让随护的兵将能够休息 绕镜静香结束后 也要向妈祖禀告 圆满完成并归还兵将 这个礼仪就叫做下马 下马后旗子一定要收好 不可乱放 在新港奉天宫祝寿大典后 摇动静香旗 象征兵将归来 过炉后便可以将静香旗卷起来 回到家中再打开 也代表将妈祖赐予的福气 带回家中 这一集我们准备带大家 跟着大甲妈祖绕境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 是大渡的万兴宫 现在的时间是凌晨的一点 为什么不在大甲镇兰宫出发呢 因为那边非常的热闹 我们准备在他明天早上八点会抵达的 大渡万兴宫 带着大家开着露营车 实际的一日体验 为粉丝们祈福 我们去看看现在现场最新的行星 这个最厉害的 直接睡在拉车上 太强了 你从哪里过来 新庄 一起的 新庄 第几年跟妈祖 第十年 九年 九年 你是父子是吗 一起搭在这里 新庄的李先生 全家福 在这边等 这边信徒生上的静香旗 看起来都是十年以上的 看那个颜色大家就知道 还在那边 怎么样 这是老婆品 你要吃老婆品 老婆品 老婆要吃老婆品 麻糬耶 哇 新鲜麻糬 吃福气吃福气 你第几年 第二年 第二年 第二年啊 嘿嘿嘿 你从哪边过来 在这边 你就住这里啊 哇 哇 有福气哦 哦 高雄来的 这个 结缘 有福气 哦 谢谢你 谢谢 这里有很多结缘品 是外县市送过来的 由当地的志工 帮忙发放 酸痛药膏 还有酸痛药膏哦 对啊 有没有信息啊 是因为 媽祖绕经的时候 怕信徒走太远 对 哇 好切心哦 你从哪里来 哦 没有我就 住这里 你住这边是吗 这是高雄在来的 哦 信尼松木林 林先生 从高雄过来 对对对 好 谢谢你啊 结缘结缘 这里有吃粥 热食啊 副驾驶说 要吃点福气进去啊 吃平安 吃福气 他们用露营推车 推着这几天要用的物资哦 跟着走 我们带大家看一下大都万幸宫前面 非常多信徒在这边等待 迎接大甲正南宫妈祖 过来 非常多信徒是席地而睡席地而坐 直接在这边等 他们这样能睡 太佩服了 这个我没办法 里面也有人搭帐篷 诶 想睡还没位子 客满了 我们在四个月内 宝贝 我們在的时候 有点不适合 那些人 很早上 有点太太 收获 多zzle 挺有点 的 精静 不容 有点 這是鎮藍宮的哨角隊 他們的任務就是整路要吹哨角 裡面在的是他的物資 洗地而睡 隔壁這位鄉客說他已經睡飽了 要把位置讓給我 太感動了 其實我只是想體驗一下 睡在神明前面的感覺 回來了 實在是位為奇觀 這些信徒非常的虔誠 直接在媽祖的旁邊 席地而睡 我還是回來穿口氣 明天一早起床 晚上喝點酒壓壓盡 好多人 這個酒肉穿腸過 佛祖心中座 我們新陳哲禮 晚上先喝點清涼飲料 傑克 真的啊 早啊 大家晚上好 好 那個在萬興宮裡面啊 睡覺的人喔 地板很硬 再來呢 也沒有搭帳篷 他就這樣子 露天 在廟裡這樣躺著就睡了 是睡得著嗎 而且呢 一直會有信徒進來 那個鈴鐺 就亮亮亮亮亮亮 整晚這樣子 而且看起來他們睡得很安心 所以呢 虔誠的信徒啊 那個鈴聲對他們來講 就是安心的 這個睡眠的鈴聲 我們本來想說 睡在路邊很客難 結果進到廟裡才發現 你這算什麼 我們這個是好宅 好宅好宅 它裡面都是直接 躺在地上 那比較好的是有 蚊帳 更好一點是有帳篷 那更多人呢 他是直接洗地而睡 就一個地墊就睡了 今天我們就睡在車上 直接公營媽祖家的到這家 不用躺在地板上 所以真的太幸福了 上天聖母的令符 保大家行車品來 如果有出透明的話 就把它切在這裡 破掉的玻璃應該就不會再裂了吧 好 我們去走一走 現在是早上七點鐘 越來越熱鬧了 前導車已經到了 許多信徒也已經在這邊聚集 目前看到的是 繞進進鄉團的宣傳車 後面來的這一台呢 是鄉客服務車 還有做接駁服務 鄉客服務 準備收了 廟方在早上有準備斋飯 看起來 跟著媽祖 繞進進鄉 吃住 都不是大問題 誰說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這裡 連早餐都是免費的 站在這裡 能感受到社會 滿滿的正能量 這裡是大度的萬星宮 供奉著一尊老三媽 有個大度飛媽 有個大度飛媽的傳奇故事 在早期 許多信眾 都會請媽祖 到自己的莊頭 坐鎮賜福 在清道光年間 有一天 老三媽的今生 竟然下落不明 廟方和全莊的人 都在找老三媽 這時 一位在外旅行的本地商人 竟然在 格馬蘭 也就是現在的伊蘭縣 發現了老三媽的今生 就末倒 其請老三媽回宮 隔日一早 信徒們竟然發現 老三媽已經回到萬星宮 而輾叫手 在廟內呼呼大睡 把他叫醒來 也沒有人知道 發生了什麼事 於是 老三媽 一夜之間 從格馬蘭 飛回大度 就有了大度飛馬的稱號 現在是早上的七點鐘 等一下 八點左右 大甲的媽祖 就會到這裡來 我們先帶各位去看一下 萬星宮裡面的情形 這裡的女廁 已經大排場了 看起來 男廁是 沒有排隊的情形 廟前廣場 一早就人潮聚集 熱鬧非凡 一手 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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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手 二手 三 一手 二手 二手 原來鎮南宮的媽祖預計人早上八點要到萬星宮 現在已經十點都還沒到 我們在車上泡杯咖啡慢慢等吧 咖啡配上剛剛拿的老婆餅 你好 你們怎麼稱呼 叫我阿丁就好了 亞昌 從哪邊過來 大甲 我們大甲人 大甲 那現在已經走到大渡來了 我有點累了 然後我就會坐香客車 他有香客車可以坐 今年是第五年 第五年 當初起心動念 為什麼會想參加這個大甲活動 一開始 憑著感覺走 就是 應該是媽祖號召 因為剛好我們就是大甲人 就是我們的那個 從小就是拜大甲媽 跟著遶境之後 這五年 有沒有什麼變化 工作真的還滿順的 對 比較順這樣 一路順利 就是這幾年 一路跟著媽祖這樣走 受到媽祖庇佑 真的 你們還隨身攜帶結原品 對 我們自己用的 那這個結原品是我們真的 真的有去過香爐的 在鎮南宮 那邊過香爐的是嗎 這個是琉璃的元寶 是 過過香爐的 對 然後他這個顏色有特別的意義嗎 有 有 每個不一樣 就是我們所說的琉璃元寶 藍色是代表著健康 嗯 那黃色是代表金錢 哦 健康跟財富 對 哎唷好棒喔 最需要這兩個 剛好 剛才姊姊拿到的是不一樣顏色 對對對 結原 他是隨緣 對對對 不一樣每個人的 基緣偷到的不一樣 戀愛 或是愛情方面 愛情 愛情等等方面 應該是青春永住 哈哈哈哈 真的 感謝你們 接遠接遠 謝謝 大甲鎮南宮媽祖繞進 他有線上的GPS座標 可以直接查看現在媽祖在哪裡 這邊的信眾已經自主排成兩排 準備要專教底求平安 在媽祖的聯教之前 會有前導車說明專教底的注意力 在媽祖的聯教之前會有前導車說明專教底的注意力 市場 這邊再發押教金 依民間習俗押教金的用法 家中有集市需要求助神明時可以點三柱香 如果沒有香可以雙手和食 對天 恭請媽祖駕到 說明要幫忙的事項再焚燒押教金 钻完轿底记得起身后 转身双手合十 感谢妈祖保佑 有有有有 请求大家平安 下七点 下七点 手机要拿下 在妈祖轮轿所到之处 民众都会想尽办法摸到轮轿 求平安 不论是哪一个部分 除了扛轿之外 还有人帮忙拿芭蕉扇 我们的车子就停在妈祖轮轿 今天会经过的地方 旁边的万幸宫 有厕所 一早要排队钻轿底 也很方便 赛摆 旁边的万幸宫 新闻存在你 信保佑 今天第一次跟着大甲的妈祖绕镜了 我终于扛到轿子了 第一次参加就扛到轿子了 我们要扛起更大的责任 希望车博越来越好 副驾驶是有传道教底 太紧张了 忘了拍到 那主要也是祈求大家平安 出门平安 原来表进时间是早上八点 妈祖的绕镜队伍会到这里 但是呢 实际到达时间是中午的十二点五十分 大概晚了五个钟头 所以表进时间是参考用的 但是呢 GPS坐标是准的 大概可以参考 妈祖绕镜队伍刚刚过去 不到一个钟头就下起雨来了 大甲妈祖又称为雨水妈 真的是名不虚传 这边的节缘餐非常风筝 现在我们来到彰化市 博胜里的永安宫 这里的节缘午餐非常好吃 我跟副驾驶决定了 我们决定跟妈祖报告 我们不想努力的 边这边边吃边等 节缘谢谢 我要两包谢谢 辛苦了 路边提供节缘品的信重 大部分是来还原的 透过妈祖的镜香文化 让新核心牵起了善缘 虽然我们没有全程参加 三百四十公里的 绕镜镜香活动 但在短短两天的行程里面 就让我们亲身感受到 妈祖慈悲为怀 庇佑众生的正能量 每一双善意的眼 每一份温暖的节缘品 都代表台湾最草根的力量 不管明天要面对 什么样的困难与挑战 让我们一起往前走吧 谢谢您对本频道的支持 如果您也感受到 妈祖队这部影片的加持 记得按赞订阅留言 和我们分享您的感动 我是优娘驾驶 我们路上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